那想問一下因為就是台智光的費率審查會議有指出說會議九點才開始 結果九點四十就結束了是不是光速的就是通過審查 而且好像沒有記錄下說到底是怎麼談費率的只有結論 其實這件事情第一點我們不用應該不需要去回答細節 一個會議四十分鐘不然你要開多久 這件事情喔我覺得到今天有點焦點模糊掉 第一點喔 約是國民黨的市長圈的一圈要圈二十五 今天胡編預算九千萬是現任的國民黨市長編的 然後廠商多賺的錢然後再用規庫給議員 然後被收押的是國民黨的議員 然後發生今天發生所有這些事情 你們現在在指責說當年那個大聲講說大家要注意啊 這個以後會出問題 奇怪 我現在變成在檢討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這個要小心的 中小福今天去告訴是有偷公文的狀況 但是是會議員所知嗎 因為我們民眾黨在議會還是有四名議員 這議員就會所知 所以這個議員所知這也蠻正常的 其實我知道政治上的戰略就是說 他知道他已經失分了 因為這個福報預算然後議員收回扣 而且我非常清楚 恐怕不止一個議員 應該查下去還會有 在這個狀態下他知道他已經扣分了 那我怎麼辦 就開始到處扣分 就是說大家一樣爛 這種政治的說法我都了解 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好 那主席因為北市府現在有指控說 您當年106年簽的子約已經違背了母約 因為這個價格好像不能超過當期政府的費率 或者是行政院的費率 那當時候的費率到底是多少 我是建議講是乾脆這樣 把那一段我在當市長那段期間 所有的會議紀錄 所有的公文全部一次公布出來 我跟你講一次公布出來就好笑了 市長小福現在這個台志光案子 因為柯市長之前有秀出公文 那他被控說這個竊取公文的情況 那民眾黨是說他們是請議員來鎖資 這一個資料是真的拿的到的嗎 那另外民眾黨也說 蔣市府下令不提供資料 他說這個不公開透明 只要是議員 依照規定跟程序來進行鎖資 我們當然都會接受議會的監督 那這個托文哲的公文是 他離開市府都帶走的嗎 還是請議員拿的 這個如果是透過議員來依照程序 跟相關的規定來鎖資 我想我們都會照過去的做法 跟慣例來提供 你今天要比到五大必安把柯文哲送辦 那你覺得你會考慮這麼做嗎 我們都是就事論事 我想就把事情說明清楚 得到一刻 我先說得了 你們在我們的資料 我們在ilever 我們先放到